一個正確的一個明確的一個決定 而不是就是我盡量啦 或許下個禮拜你又說我盡量但是沒辦法了這樣子 我們希望說就是說我們在座的發言 還有包括議員 議員加油 我希望說我們這一個計畫 我們大家能夠一起透過更嚴謹的合作 然後更嚴謹的規劃 不要急著在24號來做一個決定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想我先曾經剛剛這位先進特別講的 講的一個剛剛其實居然講的那一部分 我想是解讀這部分我再把它稍微澄清一下 因為即使在整個VOT案 四五最早期也想做VOT案 但是基本上我們給博德做之後 因為兩年內他事實上是沒有進步的 所以這案子從98年到103年 市場已經延宕了 那當然延宕五年的部分的話 我們102年6月才把土地從博德手中要回來 所以從102年6月到現在 我們有一年的時間 在做規劃這件事情 再如何把這個所謂的 整體規劃分區開發的事情 在一年的時間市場 我們都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剛剛其實特別提到市場部分 我想我說坦白話 這個案子的話 其實在市府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棘手的一個案子 但是我也必須坦承跟各位來講 市長他是不想把這種棘手的案子 留給現在的市長 我想這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我想這是一個公民討論的 我想這是一個公民討論的 我們是一個非常承諾的公民座談的一個會議 我想不需要這樣一些情緒 我們都可以坐下來好好來談 我也非常熱意跟你們坐下來好好來談 那我是希望朝這樣態度 那其實剛剛議長也特別講得好 沒有關係我是財政局 當然我就從財政的一個角度 來談這件事情 做這案子 不要講說他是為了什麼籌錢 我想要做公園 我相信大家非常歡迎 要做所謂的設斧設施 我想大家也非常歡迎 甚至在這個地區 有那個新一東沿線的R03的捷運站 大家也非常歡迎 在大家非常歡迎的頭時 大家想過財源在哪裡 各位可以知道 我們那個新一東沿線 1.6公里要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125億 125億不是中央給我們喔 台北市政府負擔三分之二 要負擔80億 中央只拿45億出來而已 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要不要解運建設 我需要這個 台北市需要這樣解運建設 所以我們努力去爭取 去爭取到 好不容易在中央同意的 給我們這條所謂心理的面線 所以這些錢 那不是說全部要花在那裡 這個只是我額外講出來 其實所有東西都要花錢 剛剛包括社會局講的 設施設施 要棄實移 這個也是要錢 對不對 公園的真理 當然剛剛講就幾百萬 也許以後還會再做一個更好的一個維護 這個其實都要 預算的一個扣子 所以我們當然在做 所謂的一個商業區這一塊 錢不是為了要進市庫的 而是要致應到整個一個 這個福德社區 這整個一個 周邊的一個建設 我想 這個在淺的一個目的的部分 是它有它的一個用途存在的 所以我也必須很坦誠 說 大家一起來想好好思考一個問題 所有的 大家要享受的一個福利 大家要享受的一個基礎建設 一定都要支出 但在這製作前提下 我想也沒跟各位來做加稅的一個工作 中央對台北的一個補助的部分 一年減少兩百億 因為五度升格之後 台北市已經不是再不會二的直轄市 我們是五分之一個直轄市 桃園現在上來 我們變成六分之一 所以中央對台北的補助 事實上是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但是我們整個對台北的投資 並沒有減少 從一年一千三百多億 一直增長到一千七百多億 甚至還要還以前的一個健保 然後勞建寶貝這樣子的爭議一塊 所以事實上 財政局在做這樣的事情 是從一個整個整體的一個 所謂的財政角度 在想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 各位要享受交通的便利 要享受所謂的一個公園的一個律印 甚至享受 所謂的一個社會的社會福利的話 事實上都是要所謂的一個支出的一個部分 那支出的部分 所以今天去做這樣設定地上權 這是全世界 許多國家都在做 香港也在做 新加坡也在做 甚至日本韓國 都都是這樣做 因為 如果說要去講這種 設定地上去賣土地 那我想 全國第一個最該被抓起來是誰 國產署 國產署 他全國都在做 我們只做台北市 但這是變成整個一個國家政策 因為現在 國產法規定 不准賣土地 不准再處分土地了 所以 只剩下一條路可以走 不是租土地 我們只剩下這一條路可以走 那以往 走位置要走VOT 政府很簡單 他為止要走VOT 因為政府沒有錢 就只能走VOT 但是不會因為 我們把VOT給解除掉之後 政府就突然變成有錢 VOT解除掉之後 政府還是一樣沒有錢 所以我必須從一個設定地上權 去籌措這樣子一個財源 所以以上我大概是想把 從一個財政的一個角度 跟各位來做這樣子一個溝通 謝謝 第二次發言 第二次發言 謝謝 謝謝